天天 你相信我 天天 只要我们在一起 不分开 我就有动力 我一定能成功的 你相信我 你是摄天天吗 你们是谁啊 你再帮我一个忙吧 怎么帮 这次 你帮我吃两个人 行吗 你确定你是摄天天的 你们是什么人啊 多远点 跟你没关系 我们找摄天天 你们知道我干什么 我又不认识你们 还钱呢 你妈欠我们公司钱 你怎么什么时候还呢 我 我妈欠什么钱了 这不可能 白纸黑字签了合同 别想一张啊 你们 你们别乱来啊 不但我 我找的是她还钱 跟你有关系啊 她又没欠你们钱 她妈欠钱 跟她没关系啊 欠账还钱天经地义 但是你要是想让我们 去找你妈也可以 只不过我听说她好像 刚做了心脏手术似的 不行 你们不准去找我妈 我妈现在受不了刺激 那好呀 你既然有这份孝心 你就替你妈把钱还了 不就行了吗 不可能你们说钱就欠的 我得回去问我妈 你随便问 我们今天来 就是通知你一事 你要是不还钱的话 你们母女俩以后 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我们天天来这儿找你 听懂 走 走 你 你们 行 走 我们回家 你为了身状 你也不能见高丽带啊 现在讨证的 都已经追上门来了 你不还钱人家 不会放过咱们的 行了 行 行了 你别管了 我想办法处理一下吧 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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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天天天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阿姨的处境 我当初也是为了一打点钱犯难 新技术落不了地 就施展不开拳脚 所以我想 我想先回家一趟 回家 回家 也好 你好好安慰安慰阿姨 让她别着急 咱们一起想办法 从长计议啊 我是说 我想回家 陪我妈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如果重新跟好好山庄 对于她来说真的有这么重要的话 我想了想 我觉得以前 可能真的是我太自私了 我一心只想到 大正式发展去看看 我 我从来都没有正在她的角度考虑过 那你要 去多久啊 也许三年 也许五年 也许 就再也不回来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 那 那咱俩呢 黄晴 我不想因为我 我家的事情把你也牵连进来 我们还是分手吧 等 等再过几年 要是我 我妈的身装有了起色 如果到时候我再回来 如果咱俩还有缘的话 田田 一定会有办法的 一定有办法的 田田你相信我一定有办法的 我再卖点股份吧 不行不行 这 这绝对不行的 上次你已经因为我卖了百分之五 我心里就已经够难受的了 可那个时候是 是为了救命 我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但这次是肯定不行的 我不能因为我妈的事业 要耽误你的事业啊 田田 摩托科技是我的梦想 但钱不是 就算我把一部分的股权 卖给盛哥 但CEO还是我 只不过 年底分红少点呗 不行 那也不行的 这次还高利贷 就要不少钱了 对象上山庄后续的投资 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你得卖多少才够 我不想你因为我们家 非常这么沉重的富贵 我刚才算过了 再买百分之十五的股权就够了 百分之十五 那再加上上次的百分之五 不就是百分之二十了吗 这 这也太多了 那 这也太多了 那非误的股份 是不是就超过你了呀 没事的 没事的 你听我说 田田 虽然我不是摩托科技 最大的股东了 但我依旧是创始人啊 我和盛哥有君子协定 如果创业成功的话 要拿出百分之二十 奖励创业团队的 到时候 我还是能拿回控股权 田田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只要我们在一起 不分开 我就有动力 我一定能成功的 你相信我 不 这是 这 这是我 我还得再想想 如果 如果一定要你投钱的话 那 那这些钱 就当是你投资 我 我让我妈 把董事长的位置 让给你 傻瓜 我当董事长没隐 我做磨豆科技的 董事长也好 创始人也好 是因为 我热爱这份事业 我喜欢这份工作 即使 让我做普通的技术员 我也会 兢兢业业做好的 但是陈庄 对阿姨来说不一样 那是她的事业 你就让她 按照她的想法去经营 我们做晚辈的 就默默地在背后支持了她 就好了呀 谢谢你 又卖劳股 你不是刚卖百分之五吗 这田田家什么情况 哥 这事我三言两语 跟你说不清楚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在外边调研呢 你要不等我回来 咱们俩见面说 哥 那就来不及了 我想再卖百分之十五 越快越好 百分之十五 那可是很大一笔钱啊 你不能恋爱一谈 脑袋一热就随便往外掏钱啊 哥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 我知道自己干什么 你就放心吧 是 谁也不能干涉你谈恋爱 但我说句玩笑话 你俩现在没结婚 你万一要是再遇到更好的女孩 这钱可要不回来啊 哥 我没那么多花花肠子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和田田白头偕老 然后把我们磨豆客 你做到最好 那行吧 这事我得跟曹总请示一下 如果他同意的话 我估计还得按原始价格 行 没问题 没问题 哥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